患上不死癌症的三位明星,蔡绍芬绝望豪哭,周杰伦靠镇通缉苦撑 蔡绍芬,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塑造了一个个经典的荧幕形象 然而,在她刚结婚,正在度蜜月的时候,一场严重的病重,几乎将她的爱情和事业全部催 她曾在家中绝望地痛哭了两天两夜 不过坚强乐观地她为了自己爱的人与病魔斗争 最终战胜病魔摆脱癌症 白鹿圆惹播的时候,很多观众都在吐槽张嘉宜扮演的白家喧梅精气神 走路姿势奇怪,似乎总是挺不知腰背 张嘉宜走路姿势的特色众所周知,有意思的是,在剧中她总是奔跑在镇上的大街小巷和乡间小路之中 对此,心情大好的张嘉宜笑颜,朋友们都说,要看是不是张嘉宜,只要看背影就知道 我的却有强直性脊柱颜,但跑起来就不那样了 张嘉宜开玩笑说 早在张嘉宜眼窝居的时候,就有观众说她演领导很传神 派头特别大,走路一摇三晃还老喜欢把手放在背后 提到强直性脊柱颜,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 不止大明星张嘉宜,蔡少芬,歌坛巨星周杰伦等人均被报道患有此病 该病也因为他们的名气而被众人所知 甚至使得强直性脊柱颜被人称为明星病 张嘉宜说,22岁就有这个病了,半个月打一次针 以前没找到控制方法,几乎每天都在疼,辛苦的话就吃止痛药 有段时间拍戏,早起半小时用很热的水冲击柱 若要拍两个月的戏,我就要带两个月的中药到剧组里熬 张嘉宜年轻的时候拍戏太拼命,打戏不用提身,在水泥地上甩打,拍了三年的戏硬是把自己摔成了强直性脊柱颜 强直性脊柱颜疾病的痛苦程度 相信通过上边张嘉宜的字数我们也能了解几分 年轻人如果腰痛,往往不会在意,可是强直性脊柱颜发病的主要人群就是二三十岁的男青年 该病常见于十至三十岁的青年人,以男性为主 由于此病早期体征不多,病情比较隐蔽,多表现为腰部或腰底部疼痛,伴有僵硬感 常易被误诊为腰肌老损,风湿病 这次拍白鹿园时张嘉宜说,就算拼了命也要把这部戏拍好 张嘉宜与妻子王海燕因戏结缘,当初两人在国家使命 我是叶竹等热剧中同台标戏,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婚后,王海燕生儿育上也难见她和张嘉宜合作 谈到孩子,张嘉宜叹言,自己是个宠孩子的爸爸 现在她还小,没想过什么教育的问题,就宠住 王海燕说,规矩我来定,张嘉宜就是破坏规矩的 周杰伦得这个病是家俗性的遗传,本家叔叔也患有此病 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如半躺在床上看电视 电脑,成天翘住二郎腿,在电脑前一坐一整天 这些习惯都会让人体的力量侧压在脊椎上 脊椎长时间弯曲容易劳损 除了遗传,自身免疫等因素之外,强制性脊柱炎常发于长期劳累,压力大,经常久做少运动的年轻人 而且,强制性脊柱炎的致残率很高,如果不及早合理治疗,高达60%的强制性脊柱炎患者会发生不同程度的致残 目前他每日依赖西医的小炎药与止痛药加上备药,来缓和他的症状不再继续恶化 而这种到了默契全身僵硬如僵尸,不能自由行动的病症 周杰伦经医生建议,得知一定要懂,才能缓清身体僵硬的到来,只好用打篮球代替 对于久坐的白领们,有空多运动,常爬爬楼梯锻炼,常游泳,对于防脊柱疾病很有好处 杰伦永远的痛,让他虽得一面服兵役 自己坦承,罹患有遗传性将知性己尊言,经居一鉴定后才免服役 与其让大家猜测传闻不断,不如就让世事公诸于世吧 而他也坦言,为此在结交女友、结婚方面,也感受相当的压力 蔡少芬是在蜜月期间因背部剧痛才知道自己患上次病的 蔡少芬年轻时历经坎坷,好不容易遇到爱的人,却有可能终生瘫痪了 当时我的背部痛了四个多月,得知自己患了强职,非常害怕和绝望,因为我在网上查到这个病很难治愈 晚会现场,蔡少芬首度向媒体公开曾患强职性己助言,这是蔡少芬六年来对网络上关于其患病传言的首次正面回应 经过亲友的安慰和鼓励,帮助我寻求治疗方法和好的医院 经过坚持治疗最终重获健康并且顺利地生下两个宝宝,现在非常幸福 生病没有什么可怕,重要的是积极勇敢地去念对她,最后战胜她,蔡少芬动情演说引得现场观众,粉丝团为之动容 随后,蔡少芬还与康复患者携手机台走秀,进现康复后的傲人身姿 蔡少芬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现身说法,免疫力强职性己助言患者,坚持治疗不放弃 周杰伦是一位非凡的艺人 他的才华不仅体现在现场即兴创作能力和对乐力,各种乐器的精通 还体现在其不入俗套的创作思路,作为流行音乐市场具有革命性和指标性的原创歌手,华语乐坛很深的音乐人 身上有著很多耀眼的光环,而在这些尽力耀眼的光环下,也有著不为人知的心酸与苦楚 周杰伦患有家族遗传的强职性己助言,他表示害怕遗传给下一代,周杰伦也亲口承认了 为了让粉丝可以看到精彩的演出,他整个演唱会靠阵痛计坚持 每次开演唱会都是几小时,一场演唱会下来,他都痛得咬牙切齿 强职性己助言,拉丁文,Spendolitis Ankylosens,其中Spendolitis原为希腊文己助言之意,Ankylosens原起希腊文强职之意 又称将直性脊性脊椎炎,是一种慢性关节炎,伴随有脊柱关节的疼痛和强职症状 在欧陆译称此病为白鹤铁列夫症,Mobus-Becto 白鹤链,Strelampia,Mobus-Becto,Strelampia,Marie,Krancunet,等 英文为Ankylosens spendolitis,国际建称为AS 强职性脊椎炎属于脊柱关节症后群,主要影响腰椎,胸椎 以及底下关节 现在相信与免疫失调及遗传因子有关 病情发展到最后脊柱关节会成为竹节样脊柱,完全僵化,无法弯曲 1. 目前尚无治愈的方法,治疗仅能缓解症状和疼痛 2. 世界,Mobus-Becto 本身有病,Mobus,Becto 我没有病 病,Mobus,Becto